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Hitope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说到这个副本策略呢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那个架构 HDFS呢本身有这种组织架构 就是说我们将这个机器啊 都是放在这种机架上的 机架大家可以认为就是一个机柜 那机柜里面呢有很多的机器 但这机架上放了这么多机器 这是两个机架 机架一机架 那它们之间放的这服务器呢 有不同的角色 大家可以看下它的大概组织 它们之间呢 使用这种交换机连接在一起 使用核心交换机再连接在一起 里面可能有一些路由器等等 不同的机群 比如这里面又有一个机架 那它们之间呢 又通过这种 它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交换机 和路由器连接起来 可以成为两个机群的连接 这种情况呢 在这个生长环境中是常见的 比如说北京有个机房 对吧 天津有个机房 狼房 河北有个机房等等 这样呢就是一个两个机群 大家看一下这个每个机架运行的进程是不一样 就是这条呢 有一个台机器呢 它运行的是 招呼车卡 那另一台机器是name node 然后这是datanode 剩下一个datanode 那我们就想知道 那个它这样的组织方式呢 有什么好处呢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细节 HDFS上呢 是有一个副本策略的 就是说 这个重处的数据呢 是有多个副本 然后默认情况下是3 这个副本数呢也是可以修改的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建议修改 HDFS呢 将这个数据首先呢 将一个副本 重到这个本地机架上 比如说它重了一个本地机架 这地方重了一份 然后呢 将另一个数据呢 放在同一个机架的另一个节点上 比如说将这个 另一个数据放在这个节点上 它相对重了两份在一个机架上 最后一个副本 它放在不同的机架上 比如说它将 另一个数据放在 这一台机器的这个机架上 那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呢 这样的策略呢 就减少这个机架间的数据传输 比如说去取数据 它只需要在本机架上去读数据 对吧 不要去跨这个机架去读 因为跨机架呢 首先有这种交换机的过程 那这个地方的传输是需要时间的 那这样呢 提高这种写的操作 因为是在同机架上去写 这个地方主要的写呢 是一个第一个副本的写 剩下的写呢 是机架之间去写 机架的错误率呢 远远是比节点少 所以在本机架中 去先写是优于跨机架写的 所以这种操作不会影响到数据的可靠性和可运行 与此同时呢 因为数据块呢 不存放在两个不同的机架上 所以策略减少了读取数据时需要的网络传输 那这刚才也说了 这个它节省了带宽 对吧 在这种策略下 副本并不是均匀的分布在不同的机架上 因为呢 三分之一的副本在一个节点上 三分之二的副本在同一个机架上 其他副本均匀的分布在剩下的机架中 这种策略不损坏数据可靠性和读取性能的情况下 改进了写的性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策略的实现 因为NEMONOD呢 它负责这个数据的重放 还有这个副本选择哪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流程 刚开始呢我们就会给NEMONOD的发送请求 我们要从数据了 那NEMONOD就会计算这个机架上有多少个节点 接下来它就会选择放在哪个节点上呢 那从到本地节点 如果从到本地节点的话 我们继续看一下 数据会选择下一份会选择哪里呢 因为我们如果从到本地节点 那下一份我们会不会从到一个远程的数据节点呢 那如果我们从到远程的数据节点 那我们会不会在本地的机架上去存一份呢 那如果我们不存在本地 那就看一下 如果它选择了一个本地的数据节点 看一下它副本所有副本的位置确定了吗 如果确定了它才结束 如果不确定的话它继续选择 然后同理是一样的 另一个副本它也要选择一个节点 它是选择远程的吗 如果远程选择完以后 看一下副本位置是否都已经确定 如果确定的话就结束 那同理也是一样 它在本地的另一个机架上 它在本地的机架上的另一个数据节点中 看是否从除 如果从除了以后 它就看一下是否都已经选定了位置 如果都选定了那就结束 那还有就是数据是不是新建的 如果新建的话 肯定首先我们要选择到本地机架上 因为第一次从从除了后 我们肯定会先从到本地 那剩下的就是一个如果其他节点上机器很多 那我们可以采取一个随机选择这个节点 那它的重要因子就是优化数据的传输 就前面也说到了 它首先是在本地从除一份 本地机架从除一份 然后在它的临近的一个节点上再从除一份 然后把第三份放在它的相邻的一个最近的一个机架上的一台机器上 所以这样子就节省了带宽 然后从除呢也非常方便 那说到这地方呢 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它为什么节省带宽 并且对于这种这样的父母材料来说呢是非常方便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首先我们去给NameNode的发送指令说我们要去写文件 那NameNode呢给它分配了一些策略 就是说是告诉你写到哪个机器上 写的时候呢我们调用了这个类 然后写到这台机器上 之前也讲过 它写完以后呢 它就返回了 那至于这个副本的维护是由DataNode本身去做的 并不是这个扣端去操作它的 那它返回以后呢相当于这个写结完成了 完成以后呢 这个节点将数据备份到这一个节点 然后这个节点就将数据备份到这个节点 所以这样的方式相当于支持一个机架 对吧 这个机架的数据呢 这地方本地写了一份 然后又把这一份数据呢 放到另一台机器上 本地机架的另一台机器上 再将这个备份写到另一个机架上的一台机器上 所以这地方相当于两个机架 从了三份数据 所以它们之间这个传输 相当于一个异步 异步传输 当用户写完以后呢 它一步传输给下一个节点 再传给下一个机架上的另一个节点 那再看一下数据块的大小 这地方一直在说数据块大小 哈豆腐0.2或者1.0以前 它的数据块大小默认是64兆 那在横道老师讲的时候 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那在2.x以后呢 它那个数据块大小已经变为128兆 那这是我前面那个截图 视频中已经录到了 我就截了个图 然后它的这个数据块大小 已经变成128兆 就是原来的64兆 这个数据块大小呢 是可以手动去修改的 当然复本数呢 之前也说也是可以修改的 建议不要去乱修改 默认复本是3 有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不需要做这种复本策略 因为我们的这个 存储本身的要求没那么高 为了提高性能呢 我们可能需要修改一下配置 那修改复本的策略呢 还有这个复本数 还有这个块大小 可以修改 hdfs-set.coff 那修改这个复本数呢 是dfs-replication 这个配置项 选择这地方的复本设置为1 那也可以设置2或者更多 或者更多 块大小呢 修改这个dfs-block.size 这地方呢是修改块大小 修改完以后呢 在这地方呢 显示的呢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你的文件比较小的时候 你可以调整这个数据块的值更小 然后如果它的数据块比较大的话 你可以调到更大一点 这是一个 其实呢就复本策略来讲 多半情况都是这种大文件 拆封这种小的block块 那这种方式的策略是如何的呢 那我们现在以这个100兆为例 做一个例子 那我们先看一下一个大图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以100兆为例 然后去写文件是如何的呢 首先第一步呢 它还是去告诉NameNode 说我要通过这种交换机 对吧 去告诉NameNode 说我要写这个文件了 然后NameNode呢 就会给它分配一个DataNode 一个算是一个原信息返回 再去写 看这个顺序 那首先分成这种两块 那两块呢 它都要去写到这个文件中 该如何写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概的这种 默认呢 在这地方呢 就是一个三个机架 一二三 这个Client呢 首先呢 将这个文件按64兆分块 如果你是128兆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200兆为例 然后分成两块 对吧 这地方一块呢 叫block1 第二个叫block2 Client呢 向这个NameNode 发送出这个写的请求 之后呢 NameNode呢 它就会记录这个block块信息 并且返回NameNode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它会说 第一个 第一个块呢 写到host2 host1 host3上面 第二个写到host7 84上面 好我们看一下 2 先写到213 2 对吧 它在本机架上 1 在相邻的一个机架上 3 它写到这个同机架上的另一个地方 那还有下一个是784 因为副本策略中呢 它设置了3 三份 所以它要写三次 对吧 784 它写到了7 8 4 最后执行的这个过程 那原理就是 首先NameNode呢 它是在整个机群中 它是感知所有的这个 机群的一些原信息 对吧 它知道哪块机器是空闲的 哪个机架是离它最近的 若这个client为DataNode的节点 就是说这个这个客户端啊 它是一个DataNode 那从主blocker时呢 那规则就是 副本1在它自己的节点上 就跟之前讲的一样 对吧 那它自己节点上1份 然后呢 副本2呢 就到一个另一个机架上 副本3呢 就会在它同一个机架上的另一个节点上 就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对吧 它会首先在自己节点上创建1份 紧接上呢 它在另一个机架上 再创建1份 它再在这一个机架上 再创建另一个节点 其他的如果还有多份的话 它就会随机挑选了 可让它呢 不在这个DataNode上 那从主的blocker时呢 副本就是 首先副本1呢 它会随机选择一个节点 而副本2呢 就 就只要放在不是副本1上就行 不是副本1的那个机架上 就是另一个机架 然后副本3呢 就是和第二个 选择是哪一个机架 它就会和第二个一样的 放在一个机架的另一个节点上 那其他副本也是挑选其他节点 Clent向这个DataNode发送blocker1 发送过程是以流的形式写住的 那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先将64块的blocker 按64k的这个package划分 然后将第一个package 发送给host2 第二个完成后 将第二个passage发给host1 同时Clent向host2发送第二个package 第二个package接收第一个package后 发送给host3 同时接收第二个发的第二个package 以此类推 红线实图所示 将blocker1发送完毕 我们看一下 首先将第一个文件 从到这地方 那之后呢 它以这种每64k的方式 传给第二个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 副本策略的一个复制过程 集结着它呢 会将下一个64k传给它 那以此每次接收一个呢 它都会发给它 然后再发给它 这样呢就是这个集群的副本 传给它 传给它 这都是以流失操作的 而不是说这个客户单同时写这个 同时再写这个 然后再写这个 host2.1.3呢 就会向这个client发送一个消息 那因为最终呢 肯定是host2 发送消息 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接收节点 也是一个向其他节点发送数据一个节点 那它就会说我把消息发送完了 那么client收到这个host2的发消息以后呢 它就会向name node进行一个汇报 对吧 说我写完了 真的是完成了 对吧 就这样了 然后发送完block1后呢 再向host7.8.4发送block2 也是和刚才一样的流程 那就不再赘述了 那接下来呢 有一个读 就说是因为我们刚才啊 将这个消息啊 已经放在分布式文件系统中了 那如何读取呢 首先呢 客户端 对吧 然后去连接通过交换器或路由器 连接name node 然后说我要一个数据 要数据 然后他就先查原信息 告诉他数据在哪里 那name node很清楚这个数据在哪 那比如说那个客户端呢 是从data node上去读取这个数据的 那他流程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这个文件呢 是由block1 block2组成的 就是刚才我们上传的那个文件 第一步呢 就是client向这个name node 发送读的请求说我要读数据了 而紧接着呢 name node就会查这个metadata 就是原信息 返回这个文件A的这个block的位置 位置什么样子呢 就这样子 比如说第一个block块在 耗策2上 耗策1 耗策3 第二个在784 就跟刚才我们从的顺序一样 然后呢block块的位置 是有先后顺序的 那么先读取block1 然后再读取block2 那就肯定这地方是有顺序的 对吧 那首先呢是block1 去读耗策2上的 然后呢block2呢 又去那耗策7上读取 那上面例子呢是client位于机架外 如果client位于机架内 的mugget data node上 例如client是一个host6 那么它读取的时候呢 就会遵循规律 那就优先读取本价的数据 对吧之前是讲过了 最新原则 好大家再可以看一下这些图 这是一个返回告知 我已经想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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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